吃酒怎么行 再把你姐和你妹 你姨和你姑 一宾找来陪撒家吃酒 这时辰要是早 撒家便回去 这时辰要是晚了 那撒家便在此住上一宿 眼前这个黑大汉 面对鲁达的左岸是问候 却还能笑脸相迎 心胸是真的宽广 原来他就是霸凌翠莲一家的正途 因为有高官的庇护 所以在这里称霸一方为所欲为 还自称正关系 得知鲁达不好惹 便骂不还口 端茶宋水的伺候着 然而鲁达此行的目的很明确 但翠莲等人还没有走远 于是便假借金略大人的授意 便要正途切十斤瘦肉 且不能看见一点肥的 半个时辰过去 正途把瘦肉切好拿到鲁达面前 可鲁达却说在切十斤肥肉 且不能看见一点瘦的 正途破于鲁达的官威 便不敢多问只能前去照做 此时鲁达看见了一旁的殿小二 准备来给正途报信 心想如果自己不来 翠莲妇女肯定就会被追上 于是便想着等他们再走远一些 再出手教训正途 敢怒不敢言的正途切着肉 时间来到了赏五 十斤肥肉也切好了 鲁达却对他说在做十斤骨头 骨头上面不能见到一点肉 此时的正途忍无可忍 只见刚刚切好的肉 全部撒在正途身上 随后转身就拿起菜刀 朝鲁达挥去 鲁达用板凳抵挡 却被劈成两半 狡猾的正途滑倒在桌子上 拔不出菜刀的他直接掀起桌子 朝鲁达砸去 可却被鲁达一拳打穿 连着退了好几步倒在地上 鲁达便上前询问 怎么霸凌的翠莲一家 正途则直接抱住鲁达往前撞 却被一个过肩摔再次打翻在地 鲁达说完便朝正途挥拳过去 只见一拳下去 打得正途眼睛鼻子嘴巴鲜血直流 肿得像一个猪头 然而正途却说打得好 来了兴趣的鲁达 上前就是一顿羞辱 随后提起正途的脑袋 又来上了一拳 只见正途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上前一探却没有了呼吸 知道闯祸了的鲁达 急忙离开现场来到屋内收拾衣物 没多久 朝廷的差异就找上了精略大人 得知鲁达打死正途 自探到无力保他 在一番打听后 得知鲁达已经畏罪潜逃 便下令全国发出通缉令